用顏色标示范围 区域内的停车格都可以停放 这是台北市交通局为了便利民众快速辨认 讯旗体外停车场可停车范围而设计的查询网站 图资化显示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这个到了5月就是我们的梅雨季 那接下来6、7月就会进入我们这个台风季 所以在每年5月到11月的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防汛期 那在防汛期当中呢 就很容易发生这个强降雨的一个 还有豪大雨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加上强降雨再加上豪大雨 再加上如果说这个潮汐 它是属于涨潮满潮的部分 那就很容易造成我们这个河川的所谓会上涨 那河川所谓会上涨 那对于这个停放在这个台外停车场的车辆 它的安全就是会有一些风险的存在 所以在我们停晚处呢 在就是有提供这个检讯 防汛检讯的这个服务 那有来登陆的部分的这个车主 它就可以接收到相关的一个出散门的一个管制的一个讯息 那另外呢 对于民众它也可以去加入这个市府 或者是这个水利处的官方LINE 那也可以即时的接收到这个水情的一个资讯 那可以不管是在提外活动呢 或者是车子停放在提外呢 当收到这些讯息 那可以及早做一些因应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目前的防汛政策呢 延续去年的部分 就是水门只出不近4小时后 那如果车辆还停放在提外 那我们就会开始进行拖掉 那如果说没有规定 这张车辆呢 就是自行移到这个提内 就是移出提外到提内的部分呢 水利处呢 会依照这个公园管理知识条例 那最高会采除这个4800元 那当你的车子被移置的话 那我们也会来接收 来收收这个 就是要收这个最高300元的这个移置费 那另外保管费的部分 三千元 三千元 那另外保管费的部分 也会依照停放的时间来收取 那往年呢 就是 指出不近4小时之后呢 那民众会来询问就是说 那我车辆可以停放到哪里 那我们配套措施呢 就是针对这个 蘇上门周边的区域呢 我们会提供这个红红线来开放 那往年呢 民众只能到我们停车 停管出的网站 那我们是以PDF的方式去呈现 那可能对于一些民众来讲 他可能看的也是不太了解 不太清楚 那在今年呢 我们有架设了这个台北市政府 停车防讯查询网的部分 那是用这个来呈现 那民众呢 他可以针对他所在的区域 那去点选 那也可以去了解 就是说 他哪些路段是所开放的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可以开放路段 或用这个 比较彩色的颜色来呈现 那这些路段就是可以开放 那其他的就是不能去停放 没有颜色的部分就不能停放 那当然就是 也不是这些开放的路段 都可以去停 他还是有一些限制条件 像包含我们最常知道的路口 或者是公车造物站的10公尺 还有消防栓 这边还是会有一个限制 那这部分在民众查询的时候 那我们旁边都会去做一个说明 那来提醒这个民众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必须要呼吁一下 就是说 当民众接货到这个书上门 只出不进的时候呢 就尽快呢 如果车辆停放在提外呢 就尽速的去移车 否则的话 四小时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个脱掉裁罚 那另外呢 车主他有这个义务呢 去移他的车子 因为毕竟车子是他自己的 他必须要自己去做一个 做一个维护 就是爱护啦 那第三个呢就是 我们也是鼓励民众呢 只要有车子停到提外 停车场 就可以来登陆我们这个防汛简讯 那在 在必要水门有相关管制措施呢 他就可以来收到这些资讯 那另外呢 就是在豪大雨期间呢 就不要特别注意这个气象报告 像最近啊 就是常常会有豪大雨的发生 那这部分民众 他可能就要特别注意 那也可以斟酌啦 看如果豪大雨发生 是不是车辆就尽量 停在我们的体内的部分 那尽量减少停到在体外 那避免就是临时 有一些状况要去移车 可能又因为上班时间 可能没办法去移 就会造成后续的一些脱掉 那 最后呢就是说 我们今年有这个新的开放区域呢 可以到我们这个防汛停车网 再也去做一个查询 那这部分也鼓励民众 能够多加去利用 所以现在这种方式展现 就是图形化的概念 量不够大 你在扫进去之后 放大之后 那有颜色像紫色那区块 就是可以停车的地方 那就是我符合条件讲的 什么以东 什么以西 什么以南 什么以北 18公尺以上 开放的区域 这样图形化的方式 更容易展现 现在看到就是这样 紫色的都可以停 不是的都不能停 以往也是这样规定 但是用图形化的方式来展现 这是第一点要做说明 这是相当 因为现在手机毕竟大家都是 人手一机 而且大部分都有上网的一个状况 所以是可以更加的便利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要提到说 真的是要留意水情 4月18号 那天真的是暴雨的状况 虽然没有启动这个 防汛的一个策略计划 但是事实上 包含在堤内 堤内的一些道路 其实是有一些滴水状况 还有车子有靠忙 所以我们那天有特别发一个讯息 告诉车主 就是说还是要注意 因为像堤外道路有时候 那状况比较不好 就算在开车取车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留意 经常停放在堤外停车站的车主 可以到停管处官网 或扫描各堤防外 防讯通知牌面 及停车单QR Code 为你的爱车注册登陆 访讯通知 一旦发生好大雨或风灾时 可以及时收到最新消息 以令车主及早应应将车驶离 避免个人财损或违规受罚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